下午又包了黑豆红枣水 如果不怕上火的话 一个礼拜喝几次还挺好的 接着布莱恩跟弟弟放学回家啦 布莱恩迫不及待跟我讲 他现在是二年级的小学生 个子长高了 学校给他发了一件新的校服 布莱恩每天跟弟弟上学放学 因为早上七点十五分就要上校车 所以弟弟每天饭学呢 差不多都是在校车上睡觉 布莱恩说他还要抱着弟弟睡 回到家第一时间要先洗手 因为他们等会就要吃下午茶了 布莱恩喜欢吃西式的东西 一般都是吃意大利面 意大利粉等等 弟弟不能吃太饱 吃太饱的话 他等一下晚餐就不吃了 所以他就吃一点水果 还有yoga 老公在杜拜给我买了几盒糖果 被我说了一顿 看看他买了啥 这个是在杜拜莫买的糖果 里面有一些果仁啊 开心火啊 坚果等等 他说一盒要七百多块钱 他买了好几盒 他说他全部都试吃过了 非常好吃 一定要把它带过来给我吃 还说这个很像新疆的切糕 说实话新疆的切糕我还真没吃过 两个小孩都非常喜欢吃柠檬 叫老板帮我选六个大的 说实在话现在还挺喜欢做饭的 因为每次我做饭家人都觉得很好吃 他们都很欣赏 所以呢每次做完饭我就觉得很开心 今天晚上包一个苹果萝卜汤 这个汤呢是比较清润的 没有那么上火 食材很简单就红萝卜啊 苹果 排骨 等等 我也是第一次包这么轻的汤 感觉苹果还不够的 再加了一个 那排骨呢已经飞水了 泡好的百合红枣蜜枣 割了一些 牛板键要提前拿出来解冻一下 这个橙皮拿了三片 等一下来增柠檬 今天老板挑的柠檬好大一条 很新鲜 非常的名利 朋友们 柠檬还有第二个做法吗 我只知道用橙皮蒸 想不出第二个方法 弟弟经常问可以吃饭了没 好马上了 今天做的几个菜都非常的简单快熟 牛肉包整个过程的话 大概十分钟 十来分钟就差不多了 因为都是快熟的 不能煮太久 朋友们 这个过程你们可以加多一点点水 我这个汁呢调的很简单 就加了甜 糖 蚝油 盐 酱油 很有重的野生羊肚军 哇 这个真的太珍贵了 这羊肚军还挺奢侈的 我用来炒青菜有等会 爹爹在等吃啦 他看到上菜了一直在等 鱼就蒸了 鱼就好了 鱼就蒸个七分钟就好了 大火蒸七分钟 这个汤也包好了 包出来的水收了很多 哇真的是超清甜的 这个汤还可以encore 好啦 朋友们开饭啦 今天做了很简单的三个菜 还有一个汤 啊 这个汤真的是 朋友们夏天很适合喝这个苹果 萝卜汤哦 小孩已经突不及待要吃饭啦 好了 朋友们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